今次我讲龟套才跑 哪个是兔子 我 哪个是乌龟 好 从前有一只兔子 它很厉害的 跑得很快的 而且有一只乌龟很慢的 乌龟爬一爬一爬 好了 有一天 兔子又跟乌龟说了 说吧 乌龟 为什么你这么慢的 我比你快 如果我比赛 我就可以比你快 去到终点啦 你这么慢的 你肯定输啦 哈哈哈 那乌龟就说了 乌龟是怎样说的 好 今天有一个比赛 乌龟说什么好啊 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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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兔子不要唱歌 乌龟说呢 那我们试试比赛啦好不好 你跟乌龟 你跟兔子说吧 说什么 要 要比赛啦 好 那我们就比赛啦 比赛一开始 兔子就跑啊跑 跑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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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跑 很快就已经领先了乌龟很多了 它转回头 看不到乌龟了 就看到一棵树 他觉得很舒服 就在一棵树下面睡着了 那乌龟呢 就爬下爬下 爬下爬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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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爬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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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爬 先到終點睡 在終點前,牠又睡著了 烏龜又爬下爬下 爬下爬下 終於爬過終點了 還贏了 還沒爬牠 繼續爬吧,烏龜 起身 到終點了 好爽 兔子終點了 這次是被兔子贏了 好爽 下次再比賽吧